非马来人也可能可以当首相 林吉祥脑海中的这个马来西亚梦 让他成为警方关注的目标 对于这位火箭元老上个月底在英国 曼车斯特向大马学生发表这样的言论 现在已经逐渐转型成 政论节目KOL的前无亲团长凯里认为 这样的想法的确是事实 但不现实 因为 memang betul 在文化上没有说 那些国家的国家是必须来自国家 但这并不是实现实 是事实但不现实 凯里在节目中强调 林吉祥提及非马来人 可以认像的说法符合事实 可是却不实际的主要原因 正是因为马来人打从心底 很难相信行动党 凯里也拿林吉祥这篇相关天文的照片来说是 认为与林吉祥合影的人几乎都是来自同个族群 他就访问林吉祥这是怎样的一个马来西亚梦 而当事人林吉祥今天也发文 表示自己将会在这几天和警方会面 他说自己被指发表挑衅言论 但澄清这并不是他的意图 他相信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不是一份挑衅的文件 而是我国团结的基础 他质问为何当初宪法说明非马来人可以认像 不被视为挑衅 但60多年后的今天 既是宪法却被视为挑衅 来看看林吉祥是如何被一些人认为是 踩到种族敏感的神经 林吉祥是在一篇贴着他在英国曼茨斯特 与学生交流的照片中 提及马来西亚联邦宪法 是为了实现马来西亚梦而制定 是为了建立多元种族 宗教和文化的马来西亚梦 而非单一族群的梦想 他以美国为例子 说美国黑人花了230年 才能迎来第一位总统 希望马来西亚的非马来人 不需要花上230年 才迎来非马来首相 但与此同时 他也不奢望在百年内完成这个愿景 可想而知 林吉祥主张的马来西亚梦 免不了引起一些马来领袖的不满 武统最高理事哈斯穆尼认为 林吉祥的言论 不仅伤害了马来人的感受 也让马来人对林吉祥产生怨恨 他认为 身处马来人占多数的国家 林吉祥不应该发表会激怒马来人的言论 跟抨击这位火箭元老 成了攀检委之后 第二个玩火 企图破坏团结政府间各党桥梁的领袖 你怎么看林吉祥的马来西亚梦呢 这件事情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进展 我们一起看下去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记得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也记得持续关注Radio Hotspot 一起跟进更多国内政坛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